一有可能突发重病,如脑中风、心肌梗塞,而一些慢性病,如糖尿病、癌症之重症患者,则会迅速恶化,甚至危及生命。 对,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样,一般的医师啊,从开始满足于症状的好转,因为症状一定会好转啊,很多病,时间就是最好的良药咯。 那时间过了,像感冒七天一定会好啊,那好了怎么样,他忽略了体质,已经怎么样,越来越寒的真相,结果呢,终止难以挽回。 他继续勿用,结果病人很可能,命就陪在这个医生的手下,这可怕啊,所以我看到这些癌症患者重症疾病,我那时候在十个月跟癌症患者相处, 哇,我看到这些人,我深以为警惕啊,这些人如果再稍微用错药,整个命也不见了,所以这个可怕不可怕?可怕,但是你们看,所以我们在做二事的时候,也以为没有火爆,但是你一直累积二啊,二到怎么样,连天都不容你啊,我看就有先是道了,是吧,我们二有二报嘛,善有善报啊,如果没有因果关系, 那这个世界就大乱了,不是这样吗?同样也是啊,你寒到几点了,果报真的就会陷钱啊,不是不会,你别以为,每次用病人都会好,然后满足于这样,当你把患人搞到很寒的时候,真的会闹出人命来,对,也就是很多温病学派,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我在美国,他们很多温病学派啊,就是我们,他也会用很尖锐的问题来问我,我一一,就是如此的,我怎么做,怎么告诉他们,他们听了听得懂,不是听不懂,只要冷静的听完我整个课,然后我做给他们看,一般会服气,但一般人之所以会不服气,因为看不到,看不到后来的影响,也就是体质的恶化, 他没有去追踪,这是可怕的地方,好,我们看最后。 好,你们看,即将死去的人,他的体温一定会骤降,所以人就是靠这个热源在维持生命力啊,当体温骤降,就是离生命,已经快结束了,快结束了,好,那这个热源就我们来看,所以我们说体内那个热,热源,也就是你热性体质那个热源啊,还是,即使你含性还有里面还有热在运转嘛, 那这个热源是维持我们生命力,最主要的因素啊,你日日功法,用寒凉药,然后用冷的,那无形中这个热源就越来越少了,所以你这个才是你生命的阻力,结果我们很多在不知不觉中,一直在破坏这个热源,所以你想想看哦,当人的岁数越来越大的时候,他的身体越走向衰败的同时,体质怎么样,一定会变得更寒凉, 有没有人身体越老,身体越健康的,然后越来越越怎么样,越不怕冷的,没有,我看不到,我说年纪越大,他到了老年了,都要穿怎么样,厚重的衣服,越来越怕寒,就是这样,因为这个体内的热源,越随着年龄,越来越不见了, 所以这个从生下来,我们这个热源就一直在维持我们生命力,就看你们怎么去使用它,保护它,那如果一直在糟蹋它,那你们最终,种下这个因,你们终究,还是会怎么样,得到这个,哦,就是,大家热源不见了,那这个症状就会出现了,果子会出现,好, 那所以,体质在年岁增长,增长的同时,体质也会变得更加寒凉了,所以,能够提供我们身体的热源,无形中就来越少,所以你们要,平常就要怎么样,懂得保温啊,喝姜汤啊,或喝人参汤,为什么,因为就是要保持这个热源啊,这样你们懂了吧, 所以这个很重要,要长寿,这个一定要记得这个话,好,我们看下面,如果要延长寿命,纵使无法改变体质驱寒的事实,但起码也要延缓驱寒的速度,故日常生活,不管是饮食或用药,一定要尽量避免使用寒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